大家好 歡迎來到論盡社福界 我是今日的主持阿祥 來自香港政策透視 身邊有兩位嘉賓 先介紹一下 我也是香港政策透視的 大家可以叫我Alan 我也是香港政策透視的執委 龔偉森 大家可以叫我阿森 好 其實接下來 我們這集想跟大家討論一下施政報告 因為接下來12月12日 施政報告就會公佈 這份是曾蔭權最後一份的施政報告 今天其實也想跟大家回顧過去曾蔭權的施政報告 或者曾蔭權的政府在過去五年做了甚麼措施 我們做了一些回顧 之後我們也想討論一下他們有甚麼理念 對未來 或者對這份施政報告有甚麼期望 或者對下一屆的政府有甚麼期望 我猜今天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首先 講一下過往蔭蔭權做過甚麼 其實過往蔭蔭權都做過 從三方面短期 中期 長遠 三方面的措施來說 其實他都做過一些措施 我猜短期會做得多些 包括我猜大家都會知道 做一些電費的補貼 做一些租金的補貼 給多個月的縱緩 他做得最多這些 這些是短期的措施 中期他都有做過一些長者的醫療券 關愛基金 剛剛推出的關愛基金 都是這些中程的措施 還有長遠 其實他都有做過一些措施 包括生果金 加到一千元 交通津貼 接下來會實施的交通津貼計劃 都是長遠的計劃 還有上網津貼 就短期 中期 長遠 其實他做了一些事情 你們又怎樣看呢 過往蔭蔭權都做過一些不同的措施 其實評論之前 我猜長期措施都有其他的 譬如說十大基建 又或是較為長期的 就是繼續不蓋居屋 然後可能未來的今年又可能會蓋 另外就是那些先租後買的治安心計劃 其實我猜這些都是一些長期措施 另外不得不提就是六大產業 就是教育 醫療 將這些關於民生的東西 其實都將它產業化 其實這些都是 我都覺得是長期措施 如果說要評論 坦白說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曾蔭權 其實這個政府就沒有什麼決心 去有一些制度性 或者結構性的改變 所以其實都傾向多做短期措施 然後就搞到我們香港市民 就連年就盼望他派過一千幾百 什麼時候又退稅 什麼時候又會不用交租 但是當然這些小欣小偉 其實我們坦白說 去到幾年之後 都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開始淡了 都覺得不太行 其實見到整個社會的趨勢 就是現在 我猜09、10年到現在 其實社會很多時候都期望做長遠的事情 譬如做一些長遠的規劃 譬如我們的房屋規劃 為什麼會完全沒有 往往就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去決定我們會不會建立一些公共房屋 或者建立一些資助房屋 其實對於市民有多少房屋需要 有多少人很有迫切性去上樓 去買樓 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完全沒有一些規劃 其實我猜現在市民都想做一些長遠的規劃 另外除了房屋之外 譬如關於退休保障 其實大家都見到強積金的問題所在 但是政府一直都不肯做一些長遠的 其實看到強積金的問題 但就選擇去修改 去處理一下強積金的問題 就不是重新再去看 其實強積金是否幫到市民退休 大家都知道是否可以 這些長遠措施就很缺乏 就是這個 阿芯 你說一下 我想其中一樣 我自己看過這幾年的施政報告 其中一樣都很重要 是做一個期望的管理 例如過去那幾年都會比較多一點退稅 例如可能在零幾年 零八年開始 那時候就退紅酒 減紅酒稅 然後開始有股民間 市民有股風聲 不如為何可以退紅酒稅 為何不可以退其他稅 以至到後來的財政預算 很多時候都要派堂 這就是管理的期望和制度的期望 在稅率方面 他不再去做其他措施 只要透過退稅 大家也知道退稅 那個最吊詭的地方就是 有得付稅才有得退稅 你不能付稅 你不能交稅 就自然不能退稅 什麼人有得退稅就是中產 或者可能收入到某程度以上 譬如基層就完全不能夠受惠於退稅這些措施 稅就是政府其中一個收入的來源 然後透過稅 去到重新調配資源 例如可能建更多公共設施 或者投放更多公共設施的資源 做一些福利的事業 稅這個可能退稅不會退得很多 但是影響就是在於 人們開始會期望 我不需要你再去做什麼的福利事業 或者福利的措施 你退稅給我 退稅給我之後 我就可以在市場購買我需要的服務 然後整件事一直發展下去 過了三年 甚至今年也是 都會繼續去處理會不會派稅 派堂 現在開始不會派六千元 明年來的這個施政報告又怎樣呢 會不會是這個期望怎樣管理 以至到那些人 我們香港市民 會覺得施政報告是一件什麼事呢 原來施政報告只是說 你做統治者對我們民間對市民好不好 你有沒有黃恩浩蕩 恩惠給我們 這個就完全脫離了 政策本身應該有的效果 我猜如果看回他的財政負擔 或者公共開支 其實譬如今年派六千元 他是用了三百多億的 這些很短的措施 他一次過扔掉之前出來 但是長遠 譬如家康章貼計劃 他實施三年其實都是用了四十幾億 其實又會怎樣看到 其實政府的財政理念 是在做什麼呢 或者 其實現在政府一直守著 公共開支佔GDP 即20%這條線 其實今年就說過了 因為派賣那六千元之後 就超過了20% 但是其實一直 曾俊華好 或者唐英年好 其實之前都是一直守著 這個20%的關口 其實政府一直都沒有解釋過 這20%的合理性在哪裏 就是為何是20% 不是25% 不是30% 導致其實守著這個關口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直 每年都有開支 可能都十七十八十九這樣去 因為這條線的關係 他就不可以再有一些所謂的 比較長遠一點的措施 或者是一些 譬如開支會比較大 譬如我們說整個醫療體系的融資 他可不可以每年可以注資下去呢 穩定 但是因為他守著這條線 其實就做不到這件事 變相做些什麼呢 就是一些小欣小偉 你五億十億那些 他可以每年視乎財政的收益 他就去派給大家 另外如果長遠一點的措施 譬如你說交通津貼 其實每年可能他的承擔 都是說十幾二十億而已 他就可以做到 但是你說每年要穩定你 譬如社福的開支 我們可能比較熟 他每年現在都是用四百億左右 你說可不可以增加到五百億呢 這些涉及一百億的承擔 就不可以發生 我想在理念上 大家都不太明白 但是其實我猜 如果看回2007、2008年 那些施政報告 或者財政院書 他都開宗明義說 我們應該要貫徹 這個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 我們有低稅率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做的事情都不可以很多 其實他在某程度上就是這樣 那你又怎樣 其實很多事情都會這樣說 譬如他說進步發展官 大市場小社會 去到小政府 大市場小政府 再去到2009年 2008年就說第三路線 然後再到現在去說大社會 即是說一說 這是什麼來的 你可不可以清楚些說 這些理念是什麼 你來自哪裏的說 你差別的東西都給我一個 沒有的 你完全這樣說出來 剛才說交通津貼 譬如反映了些什麼 就是把很多這些措施 都是個人化了 個人化的意思就是 譬如為什麼要交通津貼 就是上班遠 工作地方和住所 因為很遠的距離 以至到要有交通的成本 那麼基層市民負擔不了 就要交通津貼 我給了交通津貼 然後是否覺得會好了 其實都是要去到運輸 其實政府是否可以想想 在一個社區 或者是可以某些不同的新市鎮 它是可以有多些職位的創造 甚至乎是某些商業的 鼓勵某些商業的行為 或者商業的工業去發生 以至到他們去到就業的時候 不一定要去市區那麼遠 那麼交通津貼 其實背後就是 我不會移動那些行業 全部都是市區上班的 你要上班嗎 你就出去 我只不過津貼給你 這些就是 大家仍然會覺得 其實政府這些措施 多給一些就好 所以每一年 都在最後 記者會問的 你覺得加多少才合理 很難說的 加多少才合理 加100嗎 加200嗎 其實背後的理念在哪裏 很難定條線 比得多又多 比得少又少 但是如果施政報告 作為一種管治者 一種長遠的藍圖的話 施政報告是要清楚些 去到說清楚究竟 它在商業或者工業 或者其他行業的運作上 是怎樣處理 不只是出六大產業 那麼兇犯 如果六大產業 假設真的可以實施到的話 都或者可能是一件好事 但是情況太兇犯 以至大家都不知道 是什麼 例如像教育產業 去年施政報告就說 私人學生專上的學額 又加多了 對於學生 或者基層家庭來說 怎麼辦 正常的學額又怎樣 有沒有加 也有加 為何會這樣做 為何那邊又加這些 這邊私人的又加這些 為何要開私人大學 背後的想法是怎樣的 如果說得不清楚的話 就變成 我也不知道怎樣讀 或者怎樣去到發展 所以其中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就是太個人化了 很多措施都是 如果說理念來說 我覺得貫徹得最重要 應該是大市場小政府 當然我也同意阿琛說 其實他沒有很清楚 說什麼叫大市場小政府 其實一般市民應該都不太明白 對 不過坦白說 其實我自己看他的私人報告 其實一直都 為何我們不能夠有些集體的承擔 我們往往的承擔 就是要由市場承擔 譬如剛才阿琛說的那種教育 為何是整間私人大學 而不是多間資助的大學 或者醫療 為何要不斷建造一些私人的醫院 或者把醫療這件事 變成一種產業 去賺錢 就不是我們一般市民 有些投行申請可以照顧到 往往都是去到私人化的方法 譬如領會 然後隧道 其實大家都看到 政府其實一直都在說 不要與市場 不要跟商家去競逐利益 將所有的東西都推到私人市場 譬如強積金也是 但是譬如阿琛剛才也說 其實就沒有一種集體的承擔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推到市場 市場的運作就是 基層窮人 因為沒有太多錢 所以其實他未必可以受惠 未必可以用到服務 我想這個是 是 貫徹到的 我猜 其實剛才說過 大市場小政府 似乎是曾蔭權 一直以來這幾年的理念 但其實又不太清楚 究竟什麼是大市場 什麼是小政府 或者他講的第三條路線 或者其他大社會是什麼 我猜我們稍後回來再討論 回到論盡社福介 今天我們今天討論 就是回顧過往的施政報告 以及對接下來 曾蔭權或者下一屆的特首 對施政有什麼展望 剛才其實討論到 其實曾蔭權很貫徹 蔭權都在用大市場市政府的理念 我猜其實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當然要經濟優先 沒有經濟優先 我們怎會有民生 用經濟去帶動整個社會進步 你看看現在 近來的失業率只有3.2% 過往政府覺得他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在經濟的大動 一些基建 現在的情況多好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用大治市場市政府 其實 我想現在越來越 譬如我們看到福島核事故 或者我們看到很多天災人禍 其實 那些 很多風險發生 我想那些風險 其實 看到是要集體去承擔 集體去承受 這個風險的後果 所以其實現在看到大市場小政府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我們的福利 或者我們的政府 需要我們自己個人去承擔 我們的一些 譬如 退休 醫療 甚至乎 專上教育 這些 其實我們都是很個人化的 但是 但是 反過來 我們看到 其實社會 或者世界 其實越來越多 事情 是要集體承擔的 那 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個 就是我們的政府 沒有一個統領的角色 去帶領大家一起去 承擔這些風險 反而越來越是 由個人自己去做 我覺得這個 第一要去正視 第二就是 其實我們 剛才 我們很少說 社會政策 其實是些什麼 我覺得社會政策 就不純粹是一些 個人的福利 小恩小惠 就是 派一顆糖 給你 掩住你的嘴 這些這樣的政策 而是 其實社會政策 如何去令到 整個香港 或者整個社會 去建立一些社會關係 大家是 互相有 連繫 以及一個集體 團結 有共識 甚至乎 再去說 一些平等 公義的問題 其實 社會政策 是建構著 這個社會的圖像 如果 一個社會政策 是令到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越來越去個人化 自己去搞定自己的事 其實就沒有了那種 即是 我們 所謂 經常去說 同舟共濟 即是 其實真是 沒有同舟共濟 即是 你賺錢 那些錢 是你的 接著用在你自己身上 我賺錢 即是各顧各 其實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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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社會政策 就是建構著 整個香港 為何越來越人和人之間 疏離 當然 我不是 純粹說 因為社會政策 令到 整件事 這樣 而是 我想 社會政策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即是 媒介 其實可以 結連回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真是同舟共濟 但是 坦白說 我自己就不覺得 即是 現在 香港所謂 大市場小政府 這些政策 即是 不推動 集體承擔 即是 怎樣可以令到大家 同舟共濟 只要令大家更加自私 更加各顧各 這樣 我想 還有 施政報告 剛才你問過 那個問題 如果沒有經濟 怎會有民生 第一件事 就是 經濟是用來做什麽 經濟是用來出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以至到 裏面的人 是可以 大家都有一個進步 和大家都可以一起承擔成果 當然是最好的 不過 現在的情況就是 譬如香港的貧富懸殊很大 即是 香港好像是一個 已發展社會 但是它的貧富懸殊 是一個第三世界的貧富懸殊的情況 譬如 經歷是數五點多 這是第三世界才有的 你發達國家哪裏會有 這麼高五點多的貧富懸殊的情況 我們可相言之 香港如果有經濟發展 經濟優先 到最後它的分配 是不是可以帶來一種公義的效果 很明顯 過去那麼多年都不止 不止 只是曾蔭權的年代 譬如 Alan剛才提到的風險的情況 就是 剛剛曾蔭權在2010年的施政報告 都描述過香港是一個城市經濟體 容易受到外來經濟環境的影響 可相而知 他可能未必很清楚 或甚至都不清楚 或者可能有些智囊告訴他 既然香港是這麼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 這麼多風險 作為一個政府是怎樣 讓市民一起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能力 當風險離開的時候 可以好好去面對呢 剛才Alan也提過幾件事 例如 退休 醫療 例如 天災 例如香港簡單來說 糧食 香港大部分 95%以上 都是入口的 最主要是靠 可能米就是泰國 或者其他肉類食品 都可能是來自國內的 似乎這些和基本生活有關係 假設上有一場天災 或者可能有一場大的疾病 例如SARS 那些糧食怎麼辦 香港本身不能夠製造 當然有風險來到 基層的市民 是否唯有去捱貴的糧食 這些食材 全部都是一些 基本生活要有的東西 不只是食物銀行 食罐頭就可以處理到 好了 可能現在的分配獲得多些 例如是一些富翁 或者是一些中產 中產都可能是辛苦 但是似乎他們都仍然是 可以透過自己 在市場處理到糧食的情況 現在政府就是 讓這個風險 轉移到個人身上 政府不再去承擔風險 政府不再鼓勵一個集體 去承擔風險 就是鼓勵透個人 在市場上去買保險 或者買醫療保險 或者可能買其他的東西 令到自己日後的生活 可以好好地過 但是當有事起上來 政府怎樣處理 是不是交通貼可以處理到 是不是最低工資 可以處理到 是不是其他食物銀行 可以處理到 這些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再看就是 如果施政報告 作為一種文學去看的話 其實挺大件事 他怎樣描述香港 他描述香港 就是一個 他用新思維去應付福利帶來的挑戰 又或者是 政府的角色是透過創造一些政策 去製造有利的營商環境 好了 然後商界要有更重要的社會角色 和社會責任 商界而有新思維 那是甚麼來的 他怎樣可以帶動整個社會 可以一起去到共同面當 承擔到一個風險 一起面對到風險 好像青年人一樣 青年人從來在施政報告 都是一個很被動的位置 他們譬如去年驗毒 前年也是驗毒 再前年可能是精神健康 今年是甚麼呢 青年作為一種發展 在施政報告裡面 好像沒甚麼特別提到 除了在教育之外 而教育就是推動了私人的產業 其他沒甚麼提到 或者可能鼓勵他們參加這個 國內交流團 又或者做醫療 國民教育 這些有政策局 那麼少措施的東西 又不是那麼大的影響 這是否反映的 就是政府想推一些人 去到一個共產黨的發展 好了 青年人有沒有其他發展 青年人的就業是怎樣的 青年人除了就業之外 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發展 施政報告 除了剛剛今年有網上青少年支援 還有這個體育的發展 是的 足球的發展 但是這個足球的發展 都主要是精英運動 那一些普及的事情又怎樣呢 似乎其中一個很特色的情況 我叫做青年報告 其實都很精英主義 其實 即基層大眾都只是透過一些很簡單的措施 不長遠的很短期的 去到逐年去處理少少少少少少 即好像有傷口就開始灑點鹽下去 然後就灑米 然後吸回少少少少 好像好過少少這樣 剛才其實都 我猜就提過 就是政府 似乎 我猜兩位對政府有些期望 都應該可以製造一些 即它應該要令市民的危機處理好些 即它可以承擔部分市民承擔不了的風險 即是不要那麼個人制 要集體去承擔 令到他們可以生活得好些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政府整個施政 其實會不會應該都有些什麼目標呢 我想我剛才說了 其實那個目標就是 我們要拉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即是透過集體承擔 去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 而現在那種 譬如可以說一下 例如稅制來說 其實現在我們說 第一就是窮的人 基本上被人經常說他們沒有交稅 即是沒有貢獻 有錢人那班 因為他們有標準稅率 15% 我們又行低稅制 變成有錢人那班 就承擔不足 導致中產那班 就好像承擔了大部分的稅行 其實令到整個社會很分化 即是中產就說 我們都承擔了很重 即是資助你那些窮人 接著有錢人就好像不太關他事 其實我貢獻了很多 接著還給了關外基金 都已經關了錢 其實是各自各表述 接著是去踐踏另外一些階層的人 如果你說譬如一個稅行政策 怎樣可以令到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可以緊密 譬如我們說 是不是應該有能力的人 應該可以承擔多些 如果用稅率去計算 我們可不可以再加多一個 叫做編制稅率 現在是17%去到20% 讓一些更有錢的人 可以去為社會 承擔多些稅項 接著放在福利項目那裏 如果大家很想窮人 對社會可以貢獻稅項 其實我想最簡單就是 最低工資應該調高 最低工資標準 令到他可以進入稅機 現在他不是不想給稅 他也進不去 因為說真的 他們的人工都是僅夠戶口 或者甚至不夠生活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可以為社會一起去承擔 之後我們可以做一些集體的社會政策 譬如現在經常說全民退休保障 令到大家退休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定的保障在裏面 又或者我們面對一些風險的時候 譬如我想疾病大家都有 大家可能都會面對不知何時病 但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平等的機會 去面對這些風險 我想至少社會政策應該是有這個目標 對 還有甚麼目標 如果私政報告有甚麼目標 我想剛才Alan覺得很好 一個社會政策 如何是可以再分配的功能 令到一些基層的人都可以受惠 再簡單一點的地方就是 其實私政報告 他有沒有一些 叫做 unintended consequences出現過 一些他不期望的結果出現了 譬如最近這幾年 剛才Alan說得很好就是 即是不同的階層都割裂了 中層和低層甚至乎是 某個階級之間製造了很大的矛盾 譬如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是十大基建建設 最厲害的例子就是蔡元村的那一件事 他 做了一個基層的建設 建造高鐵 好 你開了很多職位出來 是好事來的 但是你要去拆別人蔡元村 當去到那個矛盾的位置就是要去拆村 村民當然不允許談好 但對於工人來說 就是要拆 別妨礙我拆 我是一份工來的 政府就是透過這個施政 製造階級之間和階級之內的矛盾 以致到一個不期望的結果 就是整個社會都出現了很大的分化 原來政策可以包含很多東西 原來它的施政可以令到 有些不公平的效果出現 譬如令到不同階層分化 由這個施政趕到這裏 我猜下一節來講 我們會再討論一下 對於下一屆的施政報告 或者下一屆的特首 我們有什麽期望 稍後回來我們再討論 繼續回來論盡社福界 今日的題目就是 我們要回顧一下 過往的施政報告 和對施政報告的未來的一些展望 剛才提到 其實施政報告應該有些長遠的目的方向 去令到整體社會一起去進步 其實整體應該有什麽長遠的目標 整個社會其實應該有什麽發展 我想剛剛2010年的施政報告 曾蔭權整個政府都提多了一個名詞 叫公義 這個字通常都是民間 或者一些可能是社會運動的朋友 會多提的一件事 過去幾年政府都不提這件事 政府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執民口水尾 那一期流行些什麽就做些什麽 譬如我們看今年的施政報告 他所說的公義其實他提到一個新的做法 叫做新思維 新思維如果我們看回整份 即是這一份橙色施政報告 他的新思維其實最主要都是 用一些舊有的概念 但是用一些新的方式去處理 譬如是他會說得多一些 譬如尤其是雷曼事件之後 怎麽樣是可以有效去監管 金融機構的運作 銀行業的運作 以至到大家去到 在這個叫做大市場去到生活和生存的時候 有一個得到公平一點的對待 但是譬如在裏面有沒有公平競爭的呢 是的 大市場其實他在前一陣說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 但是市場的運作可不可以不只是資本主義 這一個系列的運作 簡單來說可不可以不透過這樣壟斷 和不敢去競爭而去運作一個市場的呢 譬如市場可不可以是有多些措施 令到其他比較弱勢的群體 都可以有種的競爭力 或者有種可以生存到的能力 以至到他們可以同一時間 在市場上去發展的呢 大市場可不可以不只是金融和旅遊的呢 還有地產 可不可以不是地產的呢 為什麽只這幾樣才是大市場的呢 以前叫做經濟結構轉型 爭培圈都承認的就是受到外圍因素影響 問題就是作為一個特首 為什麽還要比香港這麽容易受到外面的影響 香港難道自己本身有六百萬七百萬人沒有這個能力 自己是可以很主動地去處理到一些外圍的因素的嗎 為什麽每次都要透過外圍的因素影響到自己呢 譬如過去幾年中學回來講 其實他講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是曾蔭權還是整個政府 還是鼓勵香港人做一個機會主義者 譬如過去兩年他講得比較多 就是要把握機遇 剛剛那年就是要把握前海發展 鼓勵業界把握帶來的商機 國際金融繼續重整 我們必須在抓緊時機 在政制發展方面就是 我們希望社會各界把握 這個得來不易的機遇 要在抓緊國家崛起的機遇 很清楚一個定位就是 香港已經是從屬在中國 可能在政治體系 或者可能在行政管理上面都是 但是 香港是否永遠都是這麽被動的呢 作為一個特首 是否可以令到香港人可以主動些 有些措施舉措 令到大家不需要 只是被地產業和金融業的拖累呢 那 譬如剛才問到 還有沒有其他的情況 再簡單點來說就是 可不可以整個措施 讓人可以面對得很好地去處理 未來可見的風險 譬如在身體上的疾病 可不可以那個疾病的分配 可以公道些 你有錢人的 你可以有多些私人的醫療 或者可能不需要有藥物明察的限制 但是我在公營的醫療體系的時候 我要可以排得很久 對這些很簡單的措施 藥物明察的限制 醫療設備的限制 等等令到整個疾病的風險是加大了 疾病的風險也在說的是 譬如空氣 景觀 居住的環境是否很狹窄 以及一個人的心理狀態會容易變得抑鬱 這些全部都是政策要去到涵蓋的東西 雖然實際上來說是很小很小的措施 但這個背後就反映了整個特首 甚至乎整個政府 他怎樣去到帶領香港 或者是長遠一點來說 令到香港可以成為一個怎樣的地方 似乎每一年都沒有 似乎每一年都只是 我們做些事你們自生自滅 不行的時候你們先找到家人 家裏作為一個香港社會組織的單位 很明顯很清楚 很多東西都是家庭處理好 譬如老人家的照顧 長期疾病 精神康復 社區精神康復 都用家庭的單位去處理 譬如托兒都是的 經常叫人們去上班 但我上班我怎樣照顧小朋友 我要照顧小朋友 我就上不了班了 我沒有理由 我放完班回來 我又馬上看小朋友 我都要休息的 政府在私人上怎樣處理 家庭都快要爆煲 整件事就是 看不到政府是有一個很實正的措施 如果政府還是這樣的話 我建議第一件事就是 整個政府要換掉 第二件事就是 整個政府要去逐個政策部門去檢討 檢討每個局 譬如房屋局 為何他的政策目標就是 為了一些不能夠在私人市場租住樓宇的 最不能自助的人去到才建公屋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你不要去公屋 我要是鼓勵你去私人市場 去買樓或租樓 為何這是一個目標 如果這是一個目標的話 不要緊 就是開到一個目標 就是讓到 只要喜歡住在公園房屋的人 所有人都有這個機會住公園房屋 都可以的 為何只是這個 資源投放為何是這裡的 是誰告訴你要是這樣的 就是政府 他怎樣做這件事的 似乎在整個 諮詢或者過程 不是很多香港市民都被視為一個公民 好 特首之前開宗明議都說 未來的施政報告 都會有三大目標 包括針對著 分副懸殊會做些事 房屋問題會做些事 包括退休保障也會做些事 具體的 其實你有甚麼 對特首有甚麼期望 或者應該做些甚麼 其實坦白說 對於曾蔭權 已經不可以有太大的期望 因為如果有太大的期望 我們應該都會很失望 所以坦白說 我們不能夠 就是觀望的態度 還有我想 剛才阿森說的那種發展觀 其實距離現在這種 我用生態來用 現在香港發展的生態 其實有一個差天拱地 好像兩邊極端一樣 所以我想如果要一次過 將整件事改頭換變 即是變成一種 譬如我們會著重社區經濟發展 而不是那種市場主導 或者我們用壟斷 或者那種經濟發展 如果我們要換了一些比較 可能基層 我們說著重社區發展 著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著重一些環境的保育 即是這種經濟發展觀 或者去到一些 甚至剛才阿森說的那些 怎樣去發展 所謂的家庭圍本 我想跟現在距離這麼遠的時候 我們很難一步到位 所以我想其實要做一些微調 我覺得特首應該可以做一些長遠的研究 或者一些政策的規劃 這樣對於整個香港 會是一個很好的一件事 譬如如果我們的經濟 見到是這麼受外圍經濟影響 其實我們是否要研究一下 我們應該怎樣去發展社區經濟 即是有甚麼措施可以幫助那些小企業 或者關於基層的勞工 可以令到它在這個就業情況 可以穩定些 不是經濟受外來經濟影響 我們怎樣去慢慢轉型 由一個金融地產主導的社會 即是會慢慢轉型到 真的有多一些地區 或者社區性的經濟 這個我想其實要研究 譬如去到房屋的規劃 其實我們以前都有持之以行 即是有些十年建屋的規劃 現在為何會沒有了 然後喜歡就說停售 然後喜歡就說起翻 即是其實這些 其實我們想 其實我猜 這個我們要做研究 然後再慢慢去 逐個政策去微調 去做這些事情出來 所以譬如你說 說貧富懸殊 或者房屋的問題 我覺得就不是說 一屆特首 整個施政改頭換面 然後整件事不同 我想香港市民都很難接受 不過其實如果有一個承擔 即是長遠的承擔 其實我們應該有個計劃 然後之後政府可以 再運用資源去承擔 我猜可以是這樣去處理 譬如未來五年 會不會有些具體建議 政府可以做的呢 你覺得 在教育方面 我覺得都需要做得多些 譬如剛才說的 如果我們環顧當年 譬如經濟發生了轉變的時候 那怎樣去讓香港的人 香港的市民 或者香港的公民 可以重新去到 在一個新的經濟結構生活 就是透過教育 譬如如果對一些基層的勞工程 再培訓 或者對一些青年人來說 就是在教育裡面 可能有多些經濟課 又或者是 在大學的課程 有多些BBA 如果我們又想有一個經濟結構 不只是金融 地產做主導的話 譬如是可能 可不可以有文學的領域 可不可以有運動體育的領域 甚至乎是可能是一些農業的領域的話 其實政府是要在教育上 開設多些不同的學系 讓到有一層的人 可以重新上來的時候 在一個新的路向上 去發展一個香港的行業 或者香港經濟 以至到整個香港經濟 不再是那麼獨孤一味 這個我覺得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不只是開一個私人大學 或者開一個私人大學 他仍然是用一個競爭的條件去生存 如果政府用現在的土壤去做的話 我們可想而知的就是BBA 或者是工商管理 這些這樣的行業 或者學科 政府是要鼓勵得多些 不同的其他學科的學額都要多些 以至到可以出來的行業 不甚至那麼狹窄 另外一件事 在社會福利方面 需要一個長遠一點的規劃 社會福利不僅是社工那麼簡單 例如醫療 勞工 房屋 經濟等等這些 都有一個很清楚的指向是甚麼 譬如已經有一個人口規劃 知道到2033年老人口的增長是這樣 好了 香港的勞動是怎樣規劃的呢 退休的年紀是可以怎樣發生的呢 以至到是可不可以中間有一班人休息 大家去到一個勞工 作為一個整體是可以輪換的呢 是的 不用一個人每一刻都上班 上班30年 然後每一天都上班8個小時 那麼辛苦 工作可不可以分享的呢 政府可不可以鼓勵這些措施呢 如果再簡單一點來說 再短期一點的就是 譬如可不可以在社區裡面 開始多些職位 不用等人上班的時候那麼辛苦 這些是政府需要多些介入 但市場小政府其實跟以往都差不多 不過名詞不同了就是積極不干預 我們說的就是政府是麻煩做多些措施 是干預回情況 積極不干預其實都是一種干預 一個很明顯的干預就是 我讓到自由市場自己去運作 就算多不好也好 我都由它去運作 這個就是一種很明顯的干預 政府要去不要這樣做的了 其實這個很明顯 譬如稅制 稅制可不可以 即是我們公共開支不20% 未來的50%是可以加到25% 這樣行不行 是的 稅制那裡應該都要做一些改革 即是我們怎樣可以令到有能力的人 應該對香港可以有更多的承擔 另外我想補充一點就是 譬如在土地規劃裡面 譬如我們如果想發展一些社區經濟 即是我們應該脫離了金融或地產那種事業 其實我們都要發展 即是我們想想土地的運用是怎樣去處理 即是現在如果我們說 社區經濟的話 可能我們要重新提起一些農業的發展 其實這一個就一定離不開 譬如土地 如果我們有一些本土的小型生產的時候 應該要有些廠房 現在廠房開始慢慢改建 變成商場 即是酒店 即是土地的運用這個規劃 其實應該要重新去處理 是的 先說到這裏 我猜其實如果提到施政報告 就會有很多很多討論 我猜其實大家會對這個社會 會有些期望 其實想我們的社會怎樣 這個牽涉到 其實我們對政府的施政 其實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措施 其實都要影響著我們的人生 我猜我們會不會 之後往後會多些討論 即是怎樣去解決我們的社會問題 我們想我們的社會怎樣 我猜我們香港政大陸事 會陸續續和大家繼續討論 今天討論到這裏 好 有機會再見 拜拜 有機會 prot 隨身 有機會 有機會 親自 求求 有機會 接受 更生 感谢观看